字幕提供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阿明 吃飯 逢地大 明以食為天 慈濟在做國際正在的時候 常常在轉法輪前會先轉實輪 意思就是說慈濟人在災區烹煮熱食 不僅可以讓服務鄉親的慈濟志工 吃飽有開來做祭崗 也可以讓受災的鄉親肚子溫飽後 有體力來重建家園 兩個多月前海岸颱風重串菲律賓之後 熱騰騰的慈濟香雞飯 就在災區發揮了大功能 今天兩位特別來賓就是 親心告了災區獨入萬 熱騰鍋子做相機的人 什麼人呢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羅美珠師傑 美珠師傑好 阿平淑宴好 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感恩 第二位是我們蔡美玉師傑 美玉師傑好 阿平淑宴你好 全球觀眾朋友大家好 影片完之後我們來看看這兩位菩薩 如何溫暖大家的胃 也敷衍相親的心 簡單的英文單字搭配豐富的肢體語言 慈濟之公羅美珠儘管不懂菲律賓話 還是盡力安排在地年輕人協助飄水工作 一個多星期以來他們每天都在上午八點 準時報道 需要水的分類洗衣服 還有煮飯 還有香雞 還有洗衣 很多很多的東西 這麼多人的用水 完全靠這個 你的男孩 跳水男孩 被羅美珠暱稱為 跳水男孩的這群孩子 其實都是獨入萬的受災居民 在慈濟啟動乙工代證後 他們也加入鎮災行列 羅美珠更是把每個人都當成自己的孩子 他就很貼心地就要跟我們去 他就幫我提 真的很滿足 我真的是很懂事的小孩 我每天要張羅超過萬人 要吃的香雞飯 職工都得從一大早七點不到開始忙碌 除了台灣職工長廚 很多受災鄉親也參加以公代證香雞組 我只是告訴他們 他們說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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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台灣職工和以公代證相親 以言不通 但大家合作無見 職工還能在工作過程中 傳遞上人的理念 也像第一關 我要控制食物料 然後叫他們不要浪費 然後來 我就請本土職工跟他翻譯 任何東西都不能浪費 所以要撿起來 就聽到在這裡吃得很開心 那我們也很感動 結束白天的以公代證 獨入萬鄉親拿著餐盒 排隊領取自己送來的香雞飯 辛苦清掃家園一整天 這餐飯吃起來格外美味 讓他們可以在消耗體力的時候 也可以有一碗熱騰騰的香雞飯 讓他們可以溫暖了他們的胃 62歲的羅美豬是資深慈濟職工 多年來已經參加過無數次國際鎮災 這次菲律賓風災也是從18號進入災區後 就一直沒離開過 一談起災民的生活 就忍不住掉淚 其實我們住在這裡這一段 就會下大雨的時候 就是會擔心這些災民們 因為不捨 所以儘管語言不通 羅美豬還是堅持要親自下上寶飾 特別是幾位飄水男孩的家庭 他更是一一拜訪 有來到這裡都不知道 我最近飄水男孩也是 房子都受死這麼大 家訪結束後 恰巧碰上村子裡的孩子在兜售吐司 俄美豬想要捧場 不過孔袋裡沒有非必 傑納羅這時送了他一個貼心的禮物 你喜歡這個 你喜歡 你喜歡 你也要 我會付這個 你很開心 你很開心 錢 我現在要買生活了 孩子主動回饋 讓羅美中校的何不龍嘴 也讓這趟贈災行 在心底深深落下一個愛的遺跡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啊 相信親自去過菲律賓重災去的人 回來之後 心應該都還留在那裡了 我想美豬師姐跟美玉師姐 應該都是如此 看來看來看你 眼淚又跑出來游泳了 你想到你這樣挑嘴男孩 應該放不下很感冒 其實在那邊一個月跟他們相處 而且真的是並肩合作 大家都非常賣力 所以17號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也非常的不捨 他們都叫我說 多可愛不要哭 可是那些大男孩自己也哭得好慘 真的很不捨 雖然這個語言不是解通 不過英文幾句簡單的 所謂的 手比來比去 還是很融洽 我覺得說 共同的語言就是 他也看到我們是真的 非常真誠的未在民 然後其實他也知道 我們台灣過去的 其實是不適應那邊的氣候 真的是很熱 那 因為大家都是並肩合作 我們都是一起在做 所以他們也看得出來 所以 語言不通 但是我們也盡量比 盡量去用語言表達 比如說這些香機換 今天要做多少香 那我們就比 哦 真的打算出來 對 然後這些香機換 要送到哪裡 也是用比的 比如說66里 67里 68里 好 那有一個地方 是 船 整個被吹上岸的那邊 叫阿里坡 那師傑呢 就比一條船 哦 老 老 比一條船 勾 就這樣子 哦 他們就說阿里坡 哦 意思 笑中有淚 淚中有笑 我們的美豬師姐 在菲律賓真的停留了整整一個月 她2013年的11月18號 到達菲律賓之後 到了12月17號 才回到寶島台灣 而身旁的美豬師姐 也是我們北區啊 非常資深的鄉親志工 她在11月29號到達菲律賓之後 到了12月10號 在災區停留了12天 我先跟美豬師姐請教一下 你之前也去過菲律賓 也去過印尼做過這個 國際志工 您在台灣的時候 知道說美豬師姐在那裡 進行的非常的困難嗎 其實我是看到那一幕 我真的很心疼 你看到他 對 我心疼他很勇敢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勇於承擔這個相機 我心疼是這樣 所以我就在電視機前 就一直流眼淚 我是敬佩他啦 他很勇敢 接這個責任啦 可是上年的心力這樣 我們都要死命必達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美豬師姐 在電視機前 我就一直想說 美豬師姐 你真的是好偉大喔 所以後來有姻緣 你有機會到前線去 第一線的時候 你的專業就派上用場了 所以隔天就 宗教處的孩子就打電話給我 我就想說這有願有力吧 但是有願有力也要 要兼備信心毅力跟勇氣啊 因為我們也知道災區這麼大的災難 相信真的是要有這樣的一個毅力 要勇於承擔這樣 所以就是帶著使命感耶 你十二月二十九日到載區之後 環燈港你就開始做相機了 對 我給美豬師姐請教一下 剛才他說你大勇氣的承擔啊 不瞞大家說啦 我今天也準備了相機板 我特別選了一包 這是美豬師姐 他說他愛吃的口味 這叫做沙茶海帶芽糙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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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回來之後 加刀把它開開之後 這很簡單嘛 因為用熱水冷水沖泡都可以吃啊 裡面會有配料嘛 有這個調味包 有煮菜包 還有一包就是我們所謂的相機板 你在台灣煮過嗎 在台灣 泡過啦 泡過嘛對不對 對 因為有時候他們對的就是吃這樣 但是你說要給這麼多人吃 頭一招 他也從來沒有煮過啊 他喔 啊 臉皮好一點啊 傳簡訊回來 台灣偷救兵了 我是傳簡訊回來 因為那時候相機板已經運過來了 然後 我也覺得說災民很苦嘛 對 災難是真的很大 是 可以說是前面性的摧毀 那相機板既然運到了 然後其實也一直在想辦法 我一直在等 這個瑪琳娜的相機組可以過來 可是到了那個二十幾號還沒有 能力不足啦 所以對 因為他們也要 那時候在奧莫克嘛 然後瑪琳娜當地也在木性木牌 人力顯然不足 那我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不趕快進行 好像也不太對 然後上人也很期望災民 趕快可以吃到熱騰騰的相機 那所以我就想說要不然就是趕快撿信回來 問我們這裡的三重園區的相機組 那這個水要多少等等 那他們隔天真的就撿信給我了 那我有了這個配方的時候 一樣化芙芽來做就對了 那那時候又想說上人很期望 他們可以吃到相機飯煮的粥 喔 粥有那麼多 但是粥要抖 那我就自己調配大概是粥跟飯之間 一大湯七分的水 七分硬的水 然後10kg 10kg的這個相機放到粒 下去敲用熱水 滾水啦 因為那時候礦解水的 在這個葡萄牙齁 災區也很困難 所以我們的挑水 如果乾的水 所以我們一定要滾 再下去煮 就是一百多香每天幾乎都是這樣 那你差不多多少人吃了 我們一天 我們農總這邊起來 這樣26號開始做 農總做28萬幾個人吃到 而且其實都破磁機的紀錄 當日量最高的 而且也在一個震災期間 使用相機飯最大量的一次 農總16公噸 所以相對 16公噸的相機飯 對對對 所以說 我們這些相機菩薩 不斷做 我們還要出去 出去發給人 我們比較可以滾 我們比較想說 這如果沒有滾完 就回家會破掉 所以這要經驗傳承 這些人沒有辦法 每一個點都做 所以你要不斷地 團工 我們就是說 第一的關聯 也要讓 土魯 土魯 跟馬力吉納市的志工 要學會 交流 還有就是說 美意他們去 那一梯大概是五六天 下一梯就是高雄要來 那我會覺得說 相機飯的品質 一定要一樣 不要說一天做一款 相機飯的品質 就沒有好 所以我就又留美意師姐說 你是不是又留了整天 把你的經驗都傳承到高銷 有重疊的地方 對 要讓他們的鄉做 真的就是說 高雄這邊 我也拜託他說 我們這邊做得很穩定 你就完全照顧他的水流 跟這個 按照那個流程下去做 了解 我覺得說 很感激這些相機南海 他們 雖然是移工代證 一天五百塊這樣 其實他們的精神 已經超越了移工代證 因為他們一有空 那裡如果需要搬運 搬運毛毯 搬運很多東西 他們也是下去搬 他們雖然住在那個環境 會比較不怕熱 但是也中山 街燈工大家就逛逛了 結果自己搬運 這段經驗都逛了 不過他們對 交叉對他們來說 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不過真的非常感激 這一些相機南海 跟挑水南海 對 凡事都要感恩 感恩 有因緣去付出 當然更感恩的是 有這麼多人 視線給我們看 我們真的很幸福 因為有福的人 才能夠付出 我們在營運完之後 再請兩位再聊一聊 他們除了做相機飯之外 其實也去外面仿視 仿視的過程當中 一定有更感人的事情 都沒有時間洗 每次都很累了很晚 所以現在要看一點時間 都很髒 上午七點不到 馬利安坐在慈濟症災 協調中心屋外 賣力洗著制服 這是她在海淹風災後 以供待鎮的工作 每天完工後 孩子都在家裡 等著吃媽媽帶回來的相機飯 任命的馬利安 第一任丈夫往生 改嫁後 卻又因為先生外遇 被迫得一人 撫養四個小孩 但她沒有埋怨 即使在風災後 還是努力過生活 馬利安的家 近隱在海岸邊 颱風來的時候 把房子寵壞了 但每隔兩天 又原地重建 在後 為了有份工作 馬利安參加了 慈濟以公代正洗衣組 職工體恤她還要回家給小兒子餵奶 讓她每天中午都提早回家 我還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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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沒有電力的獨五萬 太陽下山後 市區就一片西黑 對於自己做慈濟 雖然說我們不會後悔這個事情 一定更堅定 梅師傅 拉大廳真的會疼 可是 那種類 看到災民這樣 不覺得怎麼樣 真的 你都要提醒自己 對 能付出就是福 是 要做就是福 對 你看你這樣 煮煮煮也對車出來 對 你看到他們 吃到那個飯的 感覺的時候 你董事長覺得怎麼樣 很感動 他們對這樣的 香氛氛的香氣化 非常的珍惜 有的還會跟我們講說 比如說他們家裡有三個人 就比說三個 你知道我會跌三個就對了 對 他們會跟我們講 講說他們家有幾位 甚至於他們家有十位 他拿一個袋子 我覺得說十位一個袋子怎麼夠 我就趕快再找找 我們那個 裝香氣腕的那個 配料的那個 禮箔紙 趕快再裝一袋 他就眼眶就紅了 我也眼眶 真的 很感動 你想到說 其實要跌十人分 那些蝶子怎麼會跌下去 對 你不會讓姻緣錯過啦 不會 你就把握姻緣 對 怎麼可以讓你搖擺到 對啊 重建家園 還要加長的時間 你就趕去找另外一個容器 不是容器 還有另外的招蝶子 就是說招蝶子給他跌 對 對 那時候是因為 因為他畢竟在離島 嗯 所以輸送都會比較慢 嗯 那時候環保法已經用完了 喔 這樣喔 對 我們就 真的有時候會見到說 你們要把你們家的容器帶來 可是他們就幾乎都被大水沖了喔 有的根本拿不出容器 有的是拿杯子啊 杯子能夠裝到什麼 喔 後來我們其實 就 請上人說 讓我們可以不可以去買塑膠袋 喔 因為主要人都是注重環保嘛 對 那上人也能夠體諒 那邊這個是我東西裝喔 那所以後來有了塑膠袋喔 那他們呢 就更願意來啦 不然沒有容器也沒有辦法喔 美豬師姐喔 煮香雞飯當然辛苦 但是看到大家吃 露出了那個笑容 我想你心裡一定很甘甜啦 嗯 你也有幫忙做戴正經的發放 也跟著美豬師姐去做仿事吧 你來中間都很長啦 我想兩位回來之後 除了不斷地住菲律賓之外 也在募心募款啦 希望那麼多人把愛送到菲律賓啦 師傅你這個 兩個月過去了喔 你覺得說 真的要時時發好願喔 對 我覺得說像 這樣四季性的大災難喔 然後我其實 我會覺得說 很感恩很感動 再去到那裡的喔 不管是 先前團隊 或者是 後來每一梯每一梯的人 到那裡喔 都非常非常的 用最真最誠 很賣力的 然後這樣子 才能夠 在這個短短的時間喔 讓整個塔克羅曼 恢復生機恢復商機 而且我也感恩 就是上人 他其實 隨時在把握因緣喔 我們全球這麼多的這個慈濟人 然後他們在這個不管是 任何地方都在募心募款 才能夠支援塔克羅曼 這麼大的災區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有這個贈災金 衛生機 還有以公代政的量 也是破紀錄 然後 檢疫屋 也都同時到了 等整個慈善醫療 還有醫療團隊嘛 而且我也看到 這個馬尼拉的這個師兄姐喔 他們真的是用生命在做慈激 而以公代政他們的愛灑 是灑得非常徹底 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讓這些災民知道慈激精神跟理念 這一點我非常非常的感動耶 美醫師姑咧 最後我先給大家分享耶 這次的菲律賓行 我是覺得說 上人常告知我們說 經事的災難要有警事的覺悟喔 那時常都要把握一個 把握英聯去付出 然後要更洗眼洗腹 這樣子 對 天體現在那麼大 哪知道台灣的幾位香雞菩薩 到了當地 不管跟挑水男孩 香雞男孩 或是吃到你們香雞飯的那些鄉親們 如果沒有這次的天災 如果沒有主座的陰緣 不可能這世人會受到 但是有這樣的緣 就如您說的 要洗緣 還要希望把緣聚之後不散 其實在水泥地上 也要灑下愛的種子 讓它發芽啦 希望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獨如安 趕快站起來 我們菲律賓的鄉親 趕快 讓他們的日子 因為有全球慈激人的祝福 越來越平順 越來越幸福 趕快兩位 帶來我們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兩位 祝福 第四小竹 再見 似乎